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钢铁工业水平依然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 特别是军事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在最早期冶金树主要还是通过活发冶金 提炼出更加纯粹的金属制品 后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特别是物理和化学学科的深入研究 冶金树渐渐从工艺技术转向了科学技术 因此一个国家的冶金树高低 跟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高低 也是息息相关的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矿产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 因此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 日本人对于金属冶炼技术就已经十分重视了 毕竟本来就少 花钱从国外进口原初金属比直接进口精炼金属要便宜得多 那买回来之后 能发挥多少效用 就得看自身冶炼的硬实力了 第一次世界大人之后 一批日本有志之士在欧美完成深造之后 回到日本掀起了日本钢铁技术研发的高潮 如日本有名的冶金物理学家本多光太郎把日本的冶金术推进了科学冶金范畴 不仅对金属冶炼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在欧美原本已经领先的新型材料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到了二战以后 日本国内的钢铁工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跟美国 苏联 欧盟等西方国家相比 日本的钢铁工业依然不值一提 但是二战过后 日本却在美国的加持下抓住机会完成了一次经济和科技的大飞跃 在军事发展受到制约的日本将精力都放在了科技和经济发展上 一度以面积狭小的国度跃升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特别是在冶金行业 日本拥有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并且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大批钢铁科研机构 专门攻克各种冶金难题 新型钢材研究和冶链手法 钢铁制品生产等等多管齐下 形成了成熟而高端的钢铁产业链 日本对自己的冶金技术充满了优越感 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里 日本确实曾经在冶金行业里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技术大牛 比如一直号称科技大国的美国 在汽车 发电 燃气机等很多本国设施设备中 都是用的日本生产的钢材 这其中还包括波音787飞机 又比如在核发电厂中必不可少的核电厂压力容器 只有日本的JSW工厂可以生产 而对于日本 冶金科技在技术上的认可最有代表意义的是 全球公认的最具权威的钢铁冶金期刊 ISIJ也在日本 日本除了在冶金钢铁行业技术和生产两手抓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他们对于自身研究出来的核心技术专利保护的十分严密 这样也是尽最大努力地维护日本在行业中技术领先的地位 避免被他国轻易赶超 由于日本在冶金钢铁行业的尖端技术 甚至有声音说日本凭借钢铁技术的领先 对美国也能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制约 因此 面对日本号称自己冶金技术领先中国30年的高调 中国也只能用沉默来回答 并且日本第二大财团三井财团就是依靠技术垄断 花了40年时间在中国编织了一套惊天大网 并从中国人身上摄取了大量利益 在上游三井掌握铁矿 在中游三井出售设备 在下游三井提供物流和加工技术 并最终反补日本本土制造业 而今天终于到了我们要反击的时候 2022年1月5日 世界首创用100吨电炉野链工艺生产的高强高润低密度钢板 在中信太富特钢集团 将因星成特种钢铁有限公司问世 更重要的是 这种钢材我们还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这一重大工艺技术突破 使中国在高强高润低密度钢的工业化生产技术领域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更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掌握大规模生产 高强高润低密度钢技术的国家 有不少朋友就比较好奇了 这种钢跟传统的钢比较到底有啥优势呢 首先要说的是 钢和铁是不一样的 铁的元素单一 脆性大 而钢在冶炼过程中掺和了不少其他元素 来提高它的理化性能 例如掺入碳 磷 硅 盆等 那怎么判断钢的品质呢 很简单 主要看拉伸强度 屈服强度以及冲击韧性 等级有很多 从A级到F级都有 越往上性能越强 强度越高 说明钢材承受的力越大 硬度越高 说明钢的耐磨性越好 不容易磨损 速性越高 说明钢材的延展性越好 容易拉丝或扎板 冲击韧性数值越高 说明钢材抵抗运动载荷的能力越强 一般情况下 强度低的钢材硬度也低 速性和韧性就高 例如钢板 形材 就是由强度较低的钢材生产的 而强度较高的钢材硬度也高 但速性和韧性就差 例如生产机械零件的中碳钢 高碳钢 就很少看到炸成板或拉成丝 此次咱们生产出来的高强高韧钢 它比常规高强钢的密度降低10%以上 具备良好的强韧性 今后将为车辆 船舶 航空 航天 建筑等领域 提供极为重要的新型轻量化材料 大家想一想 咱们在全世界首先搞出减重成果 这是什么行情呢 这意味着以后的军舰航母 潜艇等海上兵器平台 在同样排水量的同时 有效载荷更大了 或者说是续航能力大大提高 对了 这种材料在航天方面 那就更有发展前景了 SpaceX的新舰 想必大家都知道吧 它的外壳是由不锈钢制成 当然了 不是咱们平时见到的普通不锈钢 人家使用的是301不锈钢 为什么马斯克会使用这种钢呢 是因为在低温下 不同于大多数钢会变脆 301不锈钢反而更坚固 使用301不锈钢 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有效强度 跟高级复合材料或者履理一样 另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融化温度也很高 大约是1500摄氏度 并且钢材价格为每吨2500美元 约占碳纤维成本的2% 还有就是焊接不锈钢非常容易 这样重复使用的维护费用也较低 还便于快速生产和安装 说白了就是301不锈钢成本便宜 性能也不差 对于兴建这种烧钱玩意儿来说 最好不过了 如今国产高强高润钢的问世 不仅体现中国科技进步迅猛 同时也标志着 未来我们的可回收火箭上 材料技术方面已经有了储备 与国外对手的差距在不断减小 这才是小步伐的技术革命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材料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钢材技术 因为各行各业使用量都非常大 说它是工业之粮食 大国之筋骨 一点也不夸张 其战略地位不言而语 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 与世界领先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 汽车用钢 桥梁钢 高层建筑用钢 工程机械用钢 及航母等大国重器用的高端钢材 不得不大量引进 这受制于人的滋味 老实说确实不好受 但也没办法 谁叫咱们既不如人 而现在我们率先成为世界上 唯一掌握大规模生产 高强高刃低密度钢技术的国家 要知道 其他国家的同类项目 还均处于实验室阶段呢 2005年 2015年 日本新日铁和韩国普向钢铁 都分别进行过工业化试制 但都未成功 美国的相关项目也远未完成 这种成就来之不易 这也充分说明 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跟随者 更是新技术 新材料的开拓者 最后还要对科研工作者们说一句 中国的科技人员辛苦了 为你们点赞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中国曾受制于人 如今领先世界的成就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